今天我们来到了西北的大沙漠看看 真的是很荒凉啊 我们第一次见着大沙漠 咋样吧 这边的环境和沙漠那边就是不一样 确实不一样 我开始以为这个沙漠是沙土井 然后男人一看都是沙子 那沙漠不就是沙吗 没见过 因为是沙土井 沙漠上这个树不知道是自己生长的还是种植的 这是不是那个 这个草 这咱不知道啊 待会查一下看看 那边我听的 腾戈尔大沙漠 腾戈尔大沙漠 腾戈里大沙漠 腾戈里大沙漠 太冷地天空 是吧 浮身了 这有一个蜥蜴 看到了一个小蜥蜴 看 跑得很快 看不到了 这这 藏起来 然后在这在这 看到了 是吧 看看它什么样 跑得真快 又看到了新鲜的玩意 这有一个像羊爸爸豆一样的 爸爸不知道是啥 你闻一下 能闻出啥 都干了 都干了 成谜团了 你尝尝 我就知道你想说啥 这沙漠里的风应该是天天这么大 这吹的 反正倒不热 肯定是摩蚝蚝蚝蚝蚝 就是摩蚝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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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咋了 还回东北 我爸说好不容易来一趟沙漠 还要带点沙子回东北 留个纪念 以后不一定什么时候再来 留个纪念 装一瓶 特意把这个瓶子给磕干净 把水给装 装一瓶 不就给人去再看 沙漠的沙的 好 不一样和咱那 我也得有二斤给你 装了一瓶 二斤也三斤吧 这边村子的门楼很有特色 左边是狮子 中间左边这个是鹿 这个像牛啊还是羊 左边这个是鹿 我看这像羊 这个是牛啊 这个是羊 右边是羊 基本家家都是这样的门楼 好 吃点饭 我们吃完饭 出来了 大爷还挺热情 我们吃过饭了 正在吃 赶紧吃面 走 吃的面 吃的炒菜 还在这坐上了 感受一下西北人们的生活 看这大爷还骑了一头小毛驴 太美了 不小是吧 再来看看这边的蜜瓜是怎么长的 熟透的蜜瓜一个个都是金黄色的 藏在这叶子里 这一扒了还挺多 嗯 给扒了的看 你看那 一下雨就爆炸了 嗯 开个例的 那边还有好几个炸的 蜜蚝也挺大 其实下面挺多了 对啊 看了吗 嗯看了 就是藏起来了 待会摘一个尝尝 好 看这边收瓜一共分三步 第一步 先在地里用剪刀把瓜给剪下来 第二步 再用这个推车推出来 第三步 再传授到三轮车上 看 就这样 我说的对吧 他说 对的 对的 还要拿到瓜子 拿到瓜子还要卸下来 对 还要卸下来 再卸下来 看 我爸也跟着体验一下 这些瓜全部都是裂口的 都堆在这儿了 多可惜 切一个 切一个 一掰又开 我看就刮的味道咋样 刮的味道咋样 哈姐照顾 辛苦中了瓜子 是吧 看了这样就甜 我来一块 好吃 嗯 嗯 天哪 天是个人呗 哈哈哈哈 哈哈 有个正点 哇